2018年 前香港游泳隊代表兼TVB小新余德成 Dixon 踢球途中突然心律不正昏迷 宋苑搶救後情況一度危殆 休養多時後已經復出 日前 Dixon為球賽擔任主持 鼻子有黑眼圈和精神不振 不少網民都表示擔心他的身體狀況 將會在10月初五的月光客串的 Dixon 今日亦有出席拜神儀式 未來也有跟公司溝通過 希望可以多拍劇集 由客串可以做起 希望有多劇集 對於觀眾擔心他的健康 他強調身體無大礙 希望大家不要作無謂的猜測 因為身體上真的沒事 對於上鏡時的狀態令人擔心 Dixon表示因為前一晚掛著做功課 可能休息不足 加上沒有全裝上陣 我把很多時間花了在找資料 看之前片段的經歷 為甚麼呢 因為這場球是澳洲的比賽 其實球迷 你也知道澳洲的球 很少有球迷看 我自己坦白說 做一個廣播佬 如果我自己也不認識 很難告訴你 那又睡的 睡得不夠而已 而且我那天出鏡 簡單化妝 不像今天這樣化全裝 這是大家先入為主的感覺 感覺就覺得我一定會有事 但其實真的放心 好健康 非常之健康 Dixon又說 因為自小有哮喘 導致血液不暢通形成黑眼圈 已經多次解釋 問到會不會怕被定型是神仔呢 不怕的 所以不要緊 所以我希望在工作上 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我是應付到這個工作